看他咳得蛮凶的样子 小朋友感冒咳嗽流鼻水 让家长看得好心疼 天气变化大 让流感疫情蠢蠢欲动 而时序也正进入24节气的精致 指的是春雷一笑 唤起大地万物 同时也包括了病毒与戏剧 不过从中医角度来看 人体洋气也健忘 正是养生好时机 中医的理论里面 这个五脏 肝心疲惠肾 肝跟我们春天是有对应的关系 就是吃一点比较绿色的植物 甚至有些医书里面会讲 就是这个鸡酸要少一点 因为酸太多的时候 会让我们的肝气更旺 中医认为春气与肝相通 因此精致的养生要点 就是振肝气 养脾气 可以多吃点绿色蔬菜 加速排除身体的老旧废物 或泡点暖乎乎的养生茶 加入阴陈蒿能疏干粒胆 枸杞子则是滋养肝肾 而菊花可以清干明目 这个就是我们的河谷穴 走到我们的这个鼻腔这边 按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里会什么 通 除了饮食也可以试试按摩 捏一捏双手虎口 是治疗鼻塞的常用穴位 而按压双脚大拇指尖缝的太充穴 则是帮助身体 促进血液循环舒缓压压力 至于想要赶走春困 则可以这么做 春天的时候常有时候 有些人就觉得春困 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就可以按一些百慧穴 那百慧穴双向的 你按压的时候 他会让你比如说 睡醒 精神特别微密 按一按 精神眼睛就亮 养生同时也要保持心情愉快 更比忘了多运动 把握精致节气 让自身的精气神 像是春天一般 升级盎然 每日新闻料提供南红台北 裁缝报道